哮喘病有救了!一转发,就识个人。 材料,半个柚子莲皮,四两百合,放四碗水,兑四小时。 顿剩三碗,一天喝一碗,热喝,晚上睡前喝,可加蜜糖。 顿三次喝九天喂一个疗程。 柚子是秋季成熟的水果,有天然水果罐头之称。 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,有基酸、维生素以及钙、磷、镁、鎂、那等人体必须的元素。 柚子还具有健胃、理气化痰、润肺清肠、补血健脾等功效,能促进食欲、治疗消化不良等症、理气散结。 可促进伤口愈和,对败却症等有良好的辅助疗效。 容易上火的人,吃柚子可以降火气,抑制口腔溃疡。 另外分享,热症的柚子、清火、化痰、屈肠中饿气。 为啥要蒸住吃? 为啥要蒸住吃? 只吃柚子肉,就浪费了柚子皮中的橙皮肝和柚皮肝等活性物质,这些可降低血液循环的粘稠度,减少血栓的形成,有效预防中老年人中风的发生。 所以加柚子皮一起蒸住吃,才是最好的吃法。 蒸食方法,先用柚皮去壳,隔水蒸后加蜜糖食用。 最后,教大家认清四种咳嗽。有效止咳。 咳嗽有外感咳嗽和内伤咳嗽之分,而外感咳嗽又分风寒咳嗽和风热咳嗽,不同类型的咳嗽在用药上是完全不同的。 有一个简单的区分方法。 有一个简单的区分方法。 如果蛇拍是白的,则是风寒咳嗽,说明寒气重,咳嗽的痰也较稀,白年,并肩有鼻塞流涕,这是应吃一些温热,化痰止咳的食品。 咳嗽。 如果蛇拍是黄,红,则是风热咳嗽,说明孩子内热较大,咳嗽的痰黄,愁,不易咳出,并有咽痛,这是应吃一些清肺,化痰止咳的食物。 内伤咳嗽多为酒咳,反复发作的。咳嗽,这时应注意给孩子吃一些调理脾胃,不慎,不肺气的食物,具体方法如下。 喜欢这篇文章吗?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。 。 材料,半个柚子莲皮,四两百合,放四碗水,兑四小时。 。 顿剩三碗,一天喝一碗,热喝,晚上睡前喝,可加蜜糖。 。 顿三次喝九天,喂一个疗程。 。 柚子是秋季成熟的水果,有天然水果罐头之称。 。 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,有基酸,维生素,以及钙,磷,鎂,那等人体必需的元素。 。 柚子还具有健胃,理气化痰,润肺清肠,补血健脾等功效,能促进食欲,治疗消化不良等症,理气散结。 。 可促进伤口愈合,对败血症等有良好的辅助疗效。 。 容易上火的人,吃柚子可以降火气,抑制口腔溃疡。 。 另外分享,热蒸的柚子,清火,化痰,屈肠中饿气。 。 为啥要蒸住吃? 。 。 只吃柚子肉,就浪费了柚子皮中的橙皮肝和柚皮肝等活性物质。 否则率,这些可降低血液径循环的粘稠度,减少血栓的形成,有效预防中午老年人中风的发生。 。 。 所以加柚子皮一起蒸住吃,才是最好的吃法 蒸食方法,先用柳皮去壳,隔水蒸后加蜜糖食用 最后,教大家认清四种咳嗽。有效止咳 咳嗽有外感咳嗽和内伤咳嗽 咳嗽之分,而外感咳嗽又分风寒咳嗽和风热咳嗽,不同类型的咳嗽在用药上是完全不同的,食疗的方法也就不同。 有一个简单的区分方法 有一个简单的区分方法 如果蛇胎是白的,则是风寒咳嗽,说明寒气重,咳嗽的痰也较稀,白棉,并肩有鼻塞流涕,这是应吃一些温热,化痰止咳的食品。 如果蛇胃是黄,红,则是风热咳嗽,说明孩子内热较大,咳嗽的痰黄,愁,不易咳出,并有咽痛,这是应吃一些清肺,化痰止咳的食物。 内伤咳嗽多为酒咳,反复发作的咳嗽,这时应注意给孩子吃一些调理脾胃,补肾,补肺气的食物,具体方法如下。 喜欢这篇文章吗?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